他怎麼看就是昨天高橫外被贊戶罪起訴 那您的態度 那另外就有期待同理 有些人會說這可能駐長柯文哲 就是能造成零跟人之間成功 民進黨放著很多的弊案 尤其像立電的弊案 這麼大的案子都不辦 尤其像去年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在過程裡面 用不同的方式 以選舉操作的方式來打擊益己 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血量的 最後 相信司法被還給當時的一個公道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國民黨青年團的 朋友們 大家一起在這裡 進行關心公共虛擬 那這樣子讓我們新年朋友 對國家的未來能夠共同了解 當然 未來我當前總統 一定會到立法院來做國情指紋報告 按照憲法 會讓我們全國的民眾知道 未來的總統 要把我們全國帶到哪裡去 市長 想問一下 昨天有看到這個 昨天有這個媒體說這個民調還是內財民調是第三 那民調這個24%的處就要說 市長 我會來堅定我的步伐 往前走 毫無計劃 市長 剛剛談到這個綠能的關係 我當民進黨反核 不過看到光政治系出身的賴靖林跑去當綠能老闆 還開了18家公司 這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嗎 有人用炮轟說 民進黨反核是為了賺大錢 協定是人民最痛苦的 現在被質疑的 弊案也是民進黨 綠能花變 變成綠營花財 我相信民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市長 如果看這個南東副議長說 如果您當選 他就要吃什麼 我尊重每一個人的飲食 自由的選擇 加速也是壞的一個選擇 市長 怎麼看 昨天處理前議題到洪安 但是好像有人說沒有事情跟洪班搞瘋 所以洪班這邊有點傻眼 我跟中央黨部 大家都會團結面對所有選戰的條例 市長 其實是喊話大局為重 不過郭台銘說這個大局是中華民國的大局 代表預定參考的權利 郭董 怎麼樣一個規劃 我不瞭解 你有評論 市長 這個連申條款釋憲法 已經正式判決未違憲 所以這樣對於這個申請釋憲的死求 應該沒有理由不執行了吧 那這個法務部長在現場之前講說 死刑班都申請釋憲 所以沒辦法執行 執行死刑 這樣是OK的嗎 我反對廢止死刑 該做的事就要做 這是我一向不平的態度 總看影響中 我替主要是中華人性的死